希望他以后在生活上能 多考虑一下别人 多想一些事情 积极主动地替老婆想 对 就算你干活 你干家务 你积极主动地去干 你自己想着去干 我不就积极主动 一回家吃完饭赶紧开始干 那你自己说嘛 你是不是做事很慢 你是不是自己磨叽掉很多时间 我做事怎么就磨叽了 你比如说我拆个快递 剪刀还没拿手 他说 物归原处啊 你等个几秒钟 我剪刀就在手上了 我就放回去 你关键是你不是等个几秒钟 有的时候到第二天 你东西用完呢 你就还放在那儿 你也没收完 你说我这样累不累 你累不累我不知道 我听着累 我跟你说 你们听着累吗 都挺累的 你们在家里都这样吗 主要你们老公都没这个好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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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羡慕你吧 都没你这个好了 都挺羡慕 但是就很累啊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 要么就是我们家做 就我爸妈天天跟着跑 然后我家人就天天就觉得 我们家娶个小媳妇回来 注意到没有 最核心的东西 人家要小鸟依人 不能人依小鸟 这个心理感受太不好了 对 米姐对了啊 唯一一次你点到头 行了 我很欣慰 我也再问不出让你点头的这问题了 你听听老师们如何让你点头吧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要小鸟依人是吧 小鸟依人的前提 你得是只小鸟才行 对吧 你不凶 这个时候 他立刻就让你依了 我倒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一家里面两个都是这个 完了 完了 这家又动不了了 全家都是你这样的 也完了 天天打架 也没人做家务 都是动脑子的 我简单给你们梳理一下 首先第一个 关于装修 因为最近我公司在装修 我天天跟我合伙人吵架 然后特别有经验 最后我自己思辨 你知道吗 我也想明白了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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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